下面呢我们接着来说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战略呢 刚才在讲密集增长战略的时候呢 已经给大家提到过了 它是指企业同时在两个以上行业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并向市场提供多种基本经济用途的 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发展战略 简单的说 多元化战略它是指这个企业 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是大于等于二 对吧 这好理解 那么关于多元化战略的一个分类呢 这个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很多种分类方法 这里给大家列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分为相关多元化和不相关多元化 那么什么叫做相关多元化呢 它是指企业为了追求战略竞争优势 增强或扩展业务的资源能力及核心能力 而有意识采用的一种战略 那么实行这种战略的企业增加新的 但与注意 但与原有业务相关的产品与服务 那么这些业务在技术市场经验 特差的方面相互关联 注意这一点啊 什么叫相关多元化 也就是说你企业在实施多元化的时候 没有过多的或者说过远的去偏离你的主人业务 你比如说我们说我一提到康师傅 大家马上会想到什么呢 方圆面 那么大家细想 康师傅现在除了方圆面还有别的吗 肯定有对吧 还有饮料 你比如说康师傅从饮料 从康师傅从方圆面做到饮料 那么这叫做什么相关多元化 因为都是食品嘛 没有说脱离太多 对吧 那么实施相关多元化 它有两个途径 或者两个路径来增强企业的经营优势 第一个共享经营活动 怎么共享经营活动啊 比如说价值链的某个环节的共享 比如说康师傅 康师傅 方圆面 你方圆面的运输和你宽泉水的运输 完全可以什么 在同一辆车啊 或者说按照我同一个路线 进行一个什么运输 此时他们可以共享什么物流环节 第二个转移核心经营力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核心经营力 前面我也说过了 在第一讲 那么转移核心经营力是指 我把我这个业务上的 或说我把我主营业务上形成的这种核心经营力 核心经营优势的来源 来具体有什么 向我相关业务上一个发展 比如说渠道的优势 比如说瓦阿哈 瓦阿哈呢 它最著名就是渠道的一个发展建设 它的蜘蛛网战略非常厉害 那么它完全可以把这个渠道优势什么 转移到别的新产品的开发上 比如说从生产矿泉水 到生产一些饼干食品等等的 都可以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不相关多元化 那不相关多元化就是企业通过收购 兼并或其他行业的业务 或者在其他行业投资 把业务领域扩展到其他行业中去 注意啊 是其他行业中去 新产品 新业务 与企业 现有业务 技术市场 毫无关系 不像我刚才说的 说康师傅方案面与扩散水之间的关系 不是 因为他们都属于食品 现在呢 是其他行业了 毫无关联 第一 有效的公司内部资金分配 对吧 也就是说 你企业的内部资金啊 用于发展你现在的主要业务 已经出了有余了 此时怎么办呢 你可以考虑什么 多元化 不相关多元化去发展 第二个 可以实现业务的充足 好 但是 注意点什么呢 不相关多元化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里呢 给大家举了个小例子 大家看这张图片 挖欧商场 那么旁边有谁啊 挖哈哈 好 很明显 挖欧商场是谁开的 对 挖哈哈开的 可能好多同学没听过说 挖哈哈不是个做矿田水的吗 他怎么还做 做些商场来了 对 挖欧商场呢 是2012年 在杭州 开业 当时的中信后他说在短几年之内 要开100家的挖欧商场 但是说发展到2015年 发展到现在 挖欧商场发展的如何呢 用两个字概括 惨淡 为什么呢 我简单的把这个背景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挖欧商场呢 它是做什么呢 或者说它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呢 大家看挖欧挖的话肯定是取自于挖哈 欧呢 是欧洲的意思 也就是挖欧商场 它是做的是欧洲的奢侈品 他只做欧洲奢侈品 大家想一个做矿田水的 现在通过这种不相关多元化发展 去做欧洲的奢侈品 包括什么衣服了 包包了 鞋子等等 大家想 让大家去选择一下 一个做矿田水的啊 现在做奢侈品 还是欧洲奢侈品 是有问题的 对吧 大家去感知一下 都能感觉得到 所以说你在做不相关多元化的时候 你如果说做的太不相关 跨度太大 会能会让什么消费者难以接受 那么我们看一下 多元化战略的一个战略目标 以及关键线线条件 第一个战略线的行业转移 这个关键线条件是什么呢 现役行业 逐渐衰退 也就是当你发现现役行业不行的时候 你要开始战略性的进行转移行业 第二个战略性的发展 也就是说新行业吸引力比较大的时候 第三个获得范围经济 也就是说少量投入就可以进入新行业 少量投入 再下一个提高或获取核心能力 那么关键性条件是拥有核心能力技术 或者市场相关度高 那么再下一站立目标 分散企业的风险 那么关键性条件是什么呢 现有行业市场技术变化大 在这种情况下 要去分散企业风险 最后一个追求成长 那么关键性的条件是 现有市场饱和 产品竞争力低 当你发现有这些条件的时候 企业会去通过多元化战略 实现这些目标 好 那最后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多元化战略啊 需要考虑一些问题 第一个 基础稳 在当前市场上 比对手做的更好的是什么 你要非常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对吧 你看一下你的基础够不够稳 够稳了在于实施多元化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进得去 为在新市场取得成功 必须具备什么优势 你也要清楚 第三个 站得住 进入新业务 能否迅速超越其中的 现有竞争者 并不是说你 你进去一个市场 你能站住吗 你站不住的话 也没意思的 第四个 无冲突 比如说 多角化或多元化 是否会破坏公司原有 整体战略优势 你通过实施多元化 会分散你很多的什么 资源或者能力 是否影响你的 整体的战略优势 再下一个 能取胜 在新业务领域 公司能否有可能成为优胜者 你要评估 你学生的概率多大 最后一个 有发展 多角化或多元化呢 能否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 的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 你实施多元化 需要考虑这 18个字 需要回答这 6个问题 这样才能去 谨慎地实施 多元化发展 无论是相关多元化 还是不相关多元化 好 那么关于企业 内部发展战略呢 我们分别从 密集资料战略 一体化战略和 多元化战略 这三个方面 给大家进行的一个 分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